大家好,我是小班 刚刚逛完金山寺 现在带大家去逛一下 有着福州小山亚制成的沙滩公园 这片沙滩并不是在海边 而是在闽江的江边 而且这是一片人工沙滩 但是这里的景致绝对不出任何一处滨海沙滩 我们现在一起去看一下 先给大家看一下沙滩公园的全景 眼前的这一片区域就是公园的核心区域 整片沙滩公园分为吸水区和沙滩区 首先看到的这一片就是吸水区 眼前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不过呢,因为路东了 现在里面并没有水 而且走到近前你会发现 这个游泳池也非常浅 应该只是给小朋友玩水的地方 这片吸水区有一千多平方米 据说在沙滩公园的建设过程中 有很多市民提出了修改意见 建议建设清水区 所以为了满足市民的愿望 才有了这片吸水区 现在看来添加这个还真是添加对了 要不然只有沙滩的话 那就显得太单调了 我想这里之所以被称为福州小山亚 也和这片吸水区有关 因为从老远就能看到这蓝白相近的区域 特别漂亮 走过这个游泳池 前面就是沙滩区了 眼前的草亭子和棕榈树 以及这片沙滩简直就是绝配 要是在天上几把糖仪 那就更完美了 这片沙滩的面积有四万平方米 是福州面积最大的沙滩 沙滩全都是来自敏江的江沙 所以这片沙滩是非常细腻的 我虽然没有拖鞋 但走在上面 还是能感觉到沙滩的细腻 就这样边走边拍 没多久就走到了沙滩的中央 这里没有任何遮阳处 所以阳光下的沙滩白的药液 真的很用海滨沙滩的感觉 你看前面还有三个草亭子呢 要是能在下面放上几把糖饮 真的太棒了 买杯咖啡 我可以躺上一个下午 对面就是敏江 对着敏江发发呆 是不是很惬意呢 另外这里是不能下水的 因为江水太深 所以江边都安装有防护栏 站在中央区域 环是一圈整片沙滩 真的非常漂亮 我觉得福州小山亚的称号 真的当之无愧 对了 这片沙滩还有一个特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就是江边的这片芦花虫 这在滨海沙滩是绝对看不到的 你看 蓝天下的这片芦花 是不是特别漂亮了 丙江就在眼前 对岸的高楼落影落线 这景色也太完美了 其实在公园内 还有一大片草地呢 我从金山寺过来的时候 正好经过了这里 旁边就是红堂大桥 横卧在闽江的江面之上 坐在草地上看闽江 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据说周末还会有很多人来这里放风筝 今天我就先给大家拍到这了 你们喜欢这里吗 我觉得这个沙滩公园 还是很值得来看看的 我是小帆 想看更多旅行为log 关注我就好了 谢谢大家